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光不見不這畫面說明 觀眾朋友就到我們 紀同鴦翔這個單元 請您邀請到這位 是一位歌坦的奇才 也是樂壇的一位 可以說是音樂頑童 充滿了活力 活力十足 聽說平常私底下 抓到世界就去打籃球 也是一個籃球迷 他自己經常不喜歡 穿皮鞋 都喜歡穿球鞋 穿葉尾夫他也穿球鞋 他個性活潑爽朗 非常受到我們觀眾朋友的喜愛 也是我們圈內大家公認的一個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歡迎你快樂嗎 余晨慶 謝謝 來 把話說一下 剛剛親的內斗把他拿掉 複尾 在這裡嗎 以前寫過太多太多的歌 從早期的報告班長帶動國內rap的風潮 去年一首快樂送 成為現在隱形眼鏡公司的一個招牌歌 為什麼隱形眼鏡用快樂送你快樂嗎 因為大部分人台灣這個是近視王國 很多小朋友受眼鏡之苦你看看 對對對 小時候 吃麵的時候 眼鏡都是我然後就吃到鼻子裡 你這個霧氣會弄到 比如說像我喜歡打球 哇 戴著眼鏡打好難過 可是在國外的NBA籃球隊的 他們都戴那個大了已經 向前 那個第一點那個是保護的 第二點那是防霧的 對 那個霧氣也不會沾到眼鏡片 那乾脆用那種鏡片做眼鏡就好了 欸 對不對 我們可以合作這個生意 怎麼才能做生意 但戴眼鏡眼鏡也蠻麻煩 有時候拿下來掉了不知道被踩破了 或者是有時候 這個每天要拿下來拿上來很麻煩 不會像我在台上表演 我很容易流汗 假如我要戴著眼鏡 我以前就有這樣的經驗 我戴著眼鏡在台上 然後動作很大 眼鏡飛掉了 然後就 我還眼珠飛掉了 眼鏡還會飛掉 眼珠飛掉我把它按回來 這個基本上呢 身為一個藝人啊 最近像余澄清這樣也是非常值得 他的唱片呢 最近是國際同步發行啊 你個人為什麼考慮到要同步發行 第一點是強調這個藝人的唱片的水平 當然身價問題也是很重要 第二個呢 當然這個實際 跟實際的考慮有關係就是盜版問題 因為現在譬如說在大陸啊 在外地盜版的問題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同時推出希望能夠 防止一點這樣子的惡喜惡風 有時候常常我們看報紙 看到國外的藝人 隨便唱片都像什麼 一賣都一兩千萬張 那國內藝人啊 是不是市場的關係 那這一點困擾會不會給你覺得說 好沒辦法伸展自己的報復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 譬如說他這一兩千萬張這種唱片 在目前來講也不多了 目前在美國本土呢 能夠賣到過百萬的唱片 也不多 真的嗎 對 所以這一兩千萬通常它是世界銷售 所以在我們台灣只有兩千萬人的狀況 能夠賣二三十萬三四十萬 其實我個人已經覺得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 能夠突破到這樣的數目 我個人覺得還相當滿 那最近大家知道大陸市場在開放 所以將來的唱片數字 是不是繼續往上走 美國只有兩億五千萬人 那大陸有十二億人 所以我覺得未來 整個中國人的音樂一旦發展起來 會是不但是最主要的市場 而且會是以後未來的先驅領導者 將來隨隨便便的大陸賣都是兩億多張 余澄清你現在賣得好不太好 一億五千多萬 差了五百多萬 真是的 所以這個大陸市場大家也是非常看好 不要在乎說世界共同語言是英文 其實各位歌曲大家也是非常喜歡 對 最近又看到國內歌手競爭得很厲害 可是還有賣過百萬張的 對 也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請到余澄清來 當然是雞同鴨獎 這是本年度的 上的這個第四次 我已經上了四次 四次 我每年上一次 就是每年被羞辱一次 不是羞辱一次 發揮你個性的意思 你本性獲狂的意思 那我們看看余澄清的雞同鴨獎 雞同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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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琳啊 好久沒有在我們網上看到你了耶 每次都我第一名 不會吧 你已經很久沒出新專輯了 怎麼會第一名呢 平次都是我自己安排 你知道我們節目的名字嗎 什麼烏龍排行榜 你怎麼還替我們節目寫主題曲呢 我們節目叫金曲龍虎榜 那個節目 其實那個節目 你這麼說不怕得罪人嗎 滾筒滾一下對不起 其實認錯就好了 念在你知錯能改的份上 我幫你打打歌啊 新專輯聽說還是以Rap為主 主打歌叫 保密房碟 什麼壞名字啊 哼兩句來聽聽吧 說保密 道保密 保密 但是我沒意思 下面我就忘記了 這根本是數來寶嘛 可是大家都知道 你是以Rap建長的 示範一下好不好 怎麼可能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你差不多有三分鐘都要消音 哈哈哈哈 你是說你Rap的歌詞都是 罵人那麼謊 還常傳 大哥也太誇張了吧 你們什麼 雞同鴨講都不用講 你直接拿去播就可以了 你別害我們節目被罰了 這一陣子就忙新專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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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忙什麼呢 同時交很多女朋友 嘿嘿嘿 同時交 我看你根本就是一個 花心大蘿蔔 哈哈 怎麼了 哇 我使出了渾身的解數啊 又是汗如雨下 難怪你最近看起來比較虛 原來你是 脫水啊 不是脫水 那你女朋友們的反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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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認為最吸引他們的地方是你的 長得很真的很 很俊秀 你最欣賞自己的臉部位呢 為什麼你會這麼認為呢 比如說它的顏色 或者它的形狀 啊 屁股還有分什麼顏色的 一纖綠色啊 黃色啊 彩色啊 彩色呢 那你個人最欣賞什麼顏色 最好那個顏色 就天怒人怨 好啊 那你告訴我 你自己的又是什麼顏色呢 欸 奇怪 對不起 什麼顏色呢 哇 這顏色好漂亮哦 鮮黃的 我看你腦筋根本就不太正常了 謝謝 你為什麼不只要交那麼多女朋友啊 等到我再慢慢成熟一點呢 你可能就沒有人要了 真的有點尷尬 這麼說 你是急著想長個伴咯 你則有的條件是 你長得胖就好玩 你看那種可愛的 白白胖胖 會笑啊 很可愛 就很想跟他玩 很好玩 你知道 你的女朋友一定都白白胖胖的咯 不好意思 嘿嘿 尷尬 小燕姐 什麼 你跟小燕姐 你們怎麼會在一起的呢 我是一個心胸 人心宅厚的人 你的意思是說 你跟小燕姐在一起完全是為了 服務社會 對 對 對 那心目中總該有個理想的另一半吧 那是胡瓜嘛 對 我為什麼要說我好講 對不對 怎麼沒有想到你還有這個癖好啊 我是樂在其中啊 小燕 你到底還有什麼秘密 你一次說出來好了啊 我們是這個 對台統戰的那個幹部 什麼啊 你說你原來是一個 肥幹肥幹 你知道我現在有什麼感覺嗎 我想告訴你 你去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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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剪一下 就把秘密都剪掉了 真的好好討厭 好討厭 就剛剛講的這個保密房碟 這是怎麼講的保密房碟 這個四個字已經很久沒聽到了 這個是我在義工隊的時候 我在義工隊要演短劇 要彈吉他 要唱歌 要跳舞 還要說相聲 那拳材鐵人型 相聲的題目就叫做保密房碟 你還記不記得怎麼說的 說保密啊 道保密啊 保密不是很容易啊 下面我就忘記了 以前我們也數過來寶 你也數過 我以前演那個匪碟嘛 哎呀 你也是 挑撥離間 到人夜市場 要挑撥這一家跟這一家 這一家是賣饅頭 那家賣粽子 我就故意把那個饅頭裡面裝蒼蠅 說你吃個饅頭不好吃啊 說他的粽子好吃啊 他說你粽子有蒼蠅 他說你包子有蒼蠅 他說你粽子有什麼 就挑撥他們打架嘛 中間就有一段數來寶出現 對不對 夜市場可真熱鬧的 來來往往人不少 說著說著我就忘記了 也忘了 怎麼跟我一樣 但是很久很久了嘛 十幾年了嘛 對啊 不過數來寶那時候 可以讓我們增加一些 在演藝上在舞台上的經驗 對 所以在康樂隊呢 那時候學的真的不少 我在康樂隊 義工隊兩三百場演出 對我其實現在幫助真的很大 可是呢 也不要染上什麼壞習慣 可能因為住久了 都喜歡男生的屁股 你剛剛不是什麼 屁股什麼顏色 球鞋啦 球鞋啦 那是我講的屁股什麼 我有講屁股嗎 是啊 屁股部分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什麼紅的啊 綠的啊 鮮黃的 那都是講球鞋 天怒人怨是什麼顏色 我最喜歡那些天怒人怨的顏色 什麼叫天怒人怨 只要看著你看著 就會天怒人怨 真的嗎 對啊 你看這個 寶藍配橘紅 喔這種顏色非常倔強 對 非常倔強 那你內褲的顏色是不是 哇 肉色 穿絲襪 酷襪 好我們謝謝怡晨請 謝謝 謝謝